988聚焦东盟 欢迎来到星期三2月24号的988聚焦东盟 你好我是Cindia Xenray 缅甸军方政变爆发了三个星期 当地街头也不断地涌现抗议示威浪潮 而在传出越来越多的流水事件之后 国际社会的谴责声浪也越来越大 其中欧盟代表就表示 正在考虑对缅甸施加制裁 矛头可能就指向军方所拥有的企业 同时欧盟各国外长也警告 缅甸的贸易优惠 包括开发合作和进口商品免关税的待遇 恐怕将不保 那半导电视台就报道 西方采取的经济制裁 让缅甸国外投资者都十分担忧 其实缅甸在国外投资者眼里 一直都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市场 因为从肥皂到智能手机和摩托等等 都能够在缅甸以低成本生产 但是最近的政变就给国外投资者 对缅甸的人权和自由状况 带来了很多的疑虑 那另外有消息说 印尼就正在争取 东盟各成员国达制一项行动计划 集体要求缅甸军方 遵守一年之后举行大选的承诺 并允许国际监督员 届时到当地确保大选公平举行 不过消息也说 筹备进行这项计划的外交工作 是充满了挑战 至于缅甸当地的民众 除了走上街头抗议 也有部分人是聚集在其他国家 在缅甸的大使馆外 要求这些国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协助对抗缅甸军方的夺权行为 其中在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外 具有民众高举着 我们需要美军等等的标语 而新加坡驻缅甸大使馆外 也有一群青年高喊着 新加坡大使馆跟我们站在一起 接着把焦点带到 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 中国科兴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预料今天内就会收到第一批新冠疫苗 优先提供给医务卫生工作者 而泰国卫生部长阿努廷也透露 首相巴育将第一个接种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另外昨天也跟你说过 泰国旅游局为了拯救国内的旅游业 就计划推出无限次飞行的优惠套餐码 而高度依赖国际观光的他们 也计划在今年的第四季 重新启动国际观光市场 旅游局就表示 假如要按照原定的时间落实 就必须要在今年六月之前 定出明确的疫苗护照计划 那根据泰国主要客源市场调查 跟询问海外旅游业者的意见之后 是显示出多数的游客 都已经准备好接种疫苗 并且愿意参与疫苗护照计划 让他们可以再一次出国观光 最近谈娱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热烈讨论的话题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美国电商平台 Amazon上面的一款商品 那由卖家最近就出售了一款 号称是1960年代中国传统水果兰的商品 而根据卖家的介绍 这个水果兰还可以当成红酒香槟的冰桶 所以售价是60美元 大约240令吉 可是呢很多人看了都觉得 诶这个水果兰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其实它就是痰鱼 也就是以前华人婚嫁前的嫁妆之一 主要呢就是用来土痰 也有人会把它当成尿糊 那这个商品呢一经报道就马上引起了热烈讨论 有人就认为呢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 也有新加坡网民认为 这是赋予痰鱼新价值的创意 只要痰鱼是新的也没有用过 那么买家要怎么用也都无所谓嘛 但是呢 中国媒体的记者进一步查证之后呢 就发现痰鱼虽然在美国电商平台售卖 但是公司是来自中国 而且在德国和美国等等也都售卖类似的商品 而记者在进一步联系个别卖家的时候呢 有的直接断了联系 也有的卖家说自己根本就没有在Amazon上面卖过任何东西 对这个情况也一无所知 所以呢 这也让不少人怀疑 这会不会是一起恶搞事件呢 也像一位网友说的 这个卖家应该是创意高手 因为他一下子就带来了大量的流量 好了 那今天就跟你跟进到这里 我是心甲心蕊 不要忘了明天同一时间守住这不把聚焦东盟